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,85岁傅达人保守并痛折磨,但仍积极为安勒斯奔波宣扬里面,几日前傅达人再次飞往瑞士,傅达人远傅瑞士在脸书上透露绝对不再回来,也表示将在明日执行安勒斯,答谢所有爱他的粉丝。 金鱼美人陆卫士请问你是哪里人前被问到安勒斯一体,鱼美人坦言傅达人给大家上了一课,趁他现在还能决定,还可以意识清楚自己要怎么做,同时53岁的鱼美人说,自己年过半百也在想这个问题,但人的想法会变,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做。 鱼美人坦言傅达人流传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,生命会走到尽头,但爱慧永不止息,他表示非常感动他子女可以陪伴他做这个事情,笑道这件事也很重要,虽说现代人寿命都很长,不过鱼美人众肯说寿命很长,还是无常先赖。 抛出问题要大家好好省思一番,而先前曾国成受访表示想在自己65岁时,先办场生前告别式,鱼美人一听马上笑问那他收不收电仪? 笑说这点很重要,因为他当初结婚帖子发很多,他这样,款款,如果他活到90岁又办一场告别式怎么办? 幽默话语笑翻众人 云美人生思安乐死 卫视中文台提供